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整个就一大句子 我们来看屏幕 它说 这个首先它说 当然这里面还是并列句了 and 连接两个并列句 前面有分号来不得隔开 第一个并列句里说 它的主语是 这个我们之间的竞争 它里面的however 插入语是然而来 然而我们之间的竞争 后面这个person against person community against planet 当然后制定义来 修饰这个competition 就人与人之间 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竞争 依然存在 perseed表示 讨厌的是继续下去 咱们不希望有竞争 然而继续存在 and 引出并列句 怎么样呢 it was as fair as it ever was 并且这个竞争 像以前历史上一样的激烈 只不过以前是人 跟熊在竞争 现在人和人之间竞争 还是这么激烈 as it ever was 在这儿 当然是一个 比较壮与充具 在里边 这个it指的就是 前面这个competition 这个竞争 好 这里面有些 小的细节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看一下这个persist 这个在本文中叫持续下去 而且一般多止 不愉快的事 它表示 if something bad persists it continues to exist or happen 如果一个坏事 persist 它表示 这个坏事持续的存在或发生 这个注意感情色彩 咱们别用错 比如说看例子 if the pain persists consult the doctor 如果这个疼痛持续下去 那么要咨询医生 向医生来请教 consult 向某人请教 persist 持续下去 那疼痛继续 谁希望疼呢 再比如说 the belief that the earth was flat persisted for many centuries 这种观念 什么观念呢 地球是平的 这个观念 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好几百年 那这是错误观念吗 对吧 所以坏事一直继续存在 或继续再发生 叫persist 本分钟也是竞争 咱们不希望有 就要持续下去 注意咱们使用的时候 就放心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叫某人执意要做模式 表示 continue doing something in a determined but often unreasonable way 就是继续做模式 用一种非常坚定的 但通常是不讲道理的 这个方式来 来做模式 就是我们不希望他做了 但他钻丝链 他非要做这事 而且一般是强调不讲道理的 非要做模式 非常坚定 非常坚决 执意做模式 这个常见搭配 都用persist in doing something 我们加进次in 再加这个动词的 名词形式 动名词 咱们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如果他执意 再问这些令人尴尬的问题 那么干脆把他直接送到老板那去 老板教训他 他跟总的在问同事一些 很尴尬的问题 如果执意这么做 咱们讨厌不想让他做 他非要这么做不可 常常问 我一上班 同事问 你有性病没有啊 没有啊 胡说八道吗 第二年 你是真的没有吗 有性病 你才有呢 有病这个人 如果他再问怎么办呢 把他送到老板那去就好了 persist in doing something 执意做模式 讨厌吗 我们看这个 第三册 第49课 理想的仆人 咱们也见过这大匪 三册的第49课 做复习 she was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this house for even though it was far too big for her knees she persisted in living there long after her husband's death 这个就是我的姑妈了 这个人 她呢 跟这个大房子 感情上 很依恋 叫be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咱们讲过这大匪 为什么呢 因为尽管呢 这个房子对她的需要来说 实在是太大了 就是姑老婆 他们住这么大一房子 对吧 她执意要住在那 在她老公死了之后 很久都执意住那 你说你一个老婆子 住这么大房子干嘛呢 她不讲道理 她就愿意这么做 执意这么做 persist in doing something 记住 两个意思 第一个 就坏事持续 第二 某人执意做某事 persist in doing 这搭配记住就好了 好 再看剧目 and it is as fierce as it ever was 像往常一样激烈 这个fierce表示竞争等等 激烈的 当然也可以表示老虎凶猛的 fierce tiger 猛虎 那在这呢 是evolving a lot of force or energy 就包含进来大量的武力 或者是能量的 叫激烈的 激烈的 尤其是竞争等等 很激烈的 看下例子 we face fierce competition from overseas competitors 我们面对着 海外竞争对手的 激烈的竞争 面对着这激烈的竞争 叫fears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there was a fierce opposition of the proposal 关于这个建议 怎么呢 这个建议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激烈的 叫fears 可以用它 本文中是说呢 我们人和人之间 团体和团体community 就某一个 有共同的信仰 或共同的宗教 或共同种族的一个人群 团体和团体的竞争 像历史上一样系列 只不过竞争的对象变了 但竞争的激烈程度 是完全一样的 好 第二段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 咱们接着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 我们先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他说 但是 这个竞争不一样了 but the competition of man against man is not a simple process envisioned in biology 咱们刚才见过这句子 他说 但是啊 这个竞争什么呢 of man against man 人和人之间的 这个竞争 这个man是人类 人类和人类之间的 人人之间的竞争是怎么样呢 并不是像在这个生物学中所设想的那种简单的过程 就是人跟熊撕不起来了 咱们什么打起来了 用暴力这么去对抗 这个竞争 形式变了 激烈程度一样 但形式不一样 of man against man 后治阵语修饰这个 前面的竞争嘛 对吧 invisioned in biology 就是过去分子短语 做后治阵语 来修饰这个simple process 那么在生物学中 被设想的那种简单的过程 就是这个竞争已经变了 怎么个变化呢 咱们看第三段第二句 他进一步说了 是怎么一个变化 怎么一个竞争呢 咱们看下句 他说了 他说这 这个it 当然是指我们 上一句话的competition 这个竞争了 怎么样呢 并不是这么一个 简单的 为了一个固定量的 食物的一个竞争 什么固定量的食物 就被我们周遭的 这个物理世界 这个环境 所决定的固定的 食物量的这个竞争 我们古代竞争 主要是争夺食物 这个东西 你吃了 我就没有了 食物量是有限的 这个competition 从4开始 一直到environment 这结束 是后治队语修饰competition competition4 为了什么什么的竞争 可以看错 然后determined by physical environment 明显是后治队语 来修饰前面那个 fix amount of food fix表示固定的 它不但表示位置固定 也不但表示什么数量值 时间固定的也行 这是它比较抽象的含义 并不是这样为这个的竞争了 为什么呢 比克因为到剧末 原因壮与从距 因为这个环境 什么环境呢 再加上定义从距 determined server evolution 决定我们进化的这个环境 现在已经从大体来说 基本来说呢 主要来说呢 已经不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方面的竞争了 这个physical表示物质上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是这么一个 大多数是什么 什么智慧呀 什么商机呀 这方面竞争 跟古代的为吃的竞争 已经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 首先咱们看一看这个competition competition表示竞争都知道 为了什么的竞争 学着本分钟后面加这次for 这个我们把它弄熟了 就是一个字熟 把它弄熟了 比如说看例子 competition for the job was intense 为了这个工作的竞争 为了这份工作的竞争怎么样呢 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激烈的 这个intense 类似于刚才那个fears 在争强这个质备 再比如说 we're in competition with several other companies for the contract 我们现在正在跟其他公司在竞争 竞争什么呢 竞争这份合同 这为了这份合同的竞争 competition 后面这跟for搭配 contract是合同 in competition with 经常可以放到必动之后 表示与某人竞争 这个顺便可以记住 总之对于竞争 对于什么的竞争 后面加这个for 再回到剧中 本分钟是对于什么的竞争呢 a fixed amount of food 这个fix是固定的 这个它本身可以表示 这个东西被固定住 被定住 粘住动不了了 也可以做派生抽象的固定 时间固定了 地点固定了 或者这个数量固定了 后面用amount是正确的 因为food里面是食物 只是食物的数量 是个不可数明词 amount就是不可数明词 是正确的 咱们重点看一看 time amounts meanings etc cannot be changed 如果fix固定的这么一个 时间或者数量 或者是含义等等 它不能被改变 就固定的 它不一定是物理上 只抽象的固定也行 这个咱们注意 咱们要注意去学习模仿 咱们要汇用 a fixed price 固定价格 这个价格不能再砍价 固定的用fixed 再比如说 the contract is for a fixed period of three years 所以这个合同是有固定的期限 是三年 这么一个固定期限 不能改变 是不能改变的 再比如说 the interest rate on the loan is fixed 这个贷款的利率是固定的 它后面不会起伏固定利率 固定的就fixed 本人说 并不是为了固定量的食物 由我们的物质上的环境 所决定的固定量的食物 这个by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这个physical 我们再看一看 它可以表示物理方面的 也可以表示我们身体的 非精神的 在这儿是表示物质方面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个还得注意 咱们翻译的时候 别翻译错 什么意思呢 connected with things that actually exist or are present and can be seen felt etc rather than things that only exist in person's mind 就是与什么相关 与这些事情相关 什么呢 它真实存在 或者确实是在场的 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而不是在人们的思想中 存在的东西 所以叫physical 就物质上的实实在在的 真实而具体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 我们都可以用physical这个词 它未必是物理学 也不一定是身体方面的 你比如说 the physical world 我们整个这个物质世界 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 而不是精神世界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本文中 我们说了物质环境 周遭的这个实实在在的 能看见摸得着的这个环境 你像还有我们在后面会出现的 这个physical weapons 在本文的263页第18行 就是看得见摸得着 实实在在的这个武器 物质上的武器 就不是那种精神文化武器了 就是手里能拿着的 这种物质上的武器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Is there any physical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a crime had been committed 我说咱们有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证据 能够这个表明 这里发生了一个罪案呢 实实在在的证据 而不是虚无缥缈的 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类似于咱们以前说过的tangible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的 这是physical 真的已经不是为了我们物质环境 所决定的固定的实物而竞争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决定我们这个进化的这个环境 已经不在这个大体来说是物质上的了 主要是在其他方面竞争 好 后面第三句话进一步来说 咱们看下去 他说 Our environment is chiefly conditioned by the things we believe 他说我们这个环境啊 cheaply主要的了 主要是由这个我们相信的 信仰的这个东西来决定的 这个condition 这个表示限制或决定 就类似于我们说determined 使用我们相信的东西来决定的 就是现在的竞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 环境已经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后面by the things we believe 整个后制终于修饰前面那个 在这做状语 来跟前面那个be condition来联用 这是一个方式状语 由什么来决定 由他来决定 by the things 后面we believe 这个是定义通句 修饰前面那个things就好了 我们相信的事情 我们的环境是由我们主要 是我们相信的东西来决定的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condition condition 它表示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somebody or something or determine somebody something 就对某人或者某个事情 有重大的影响 或者翻译成决定了它 决定 看例子吧 看搭配 首先用be conditioned by 却是用被动常见 我们多跟基斯拜答在本文中 正是这个用法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we are all conditioned by the society and age we live in 我们都深刻的受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影响 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 或者直接反正我们都是由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和时代来决定的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事是由这个来决定的 就是量入为处 什么一个 对吧 好 这是be condition by 由什么什么来决定 condition 还有更多的含义 未来在第四段 在我们会还会碰到 把这个先记住 好 他下面举了一个例子 你不先看 是不是由我们相信东西决定 不是物质环境来决定 下面看第四句 他举了维度相同的两个城市做对比 他说 Morocco and California are bits of the earth in very similar latitudes both on the west coast of continents with similar climates and probably with rather similar natural resources 他说摩洛哥和加利福尼亚这两个地方 都是地球上的小块地方 这个bit 小片小块块 就是地球上的小点点小块的地方 in very similar latitudes 可以看作一个后制定语来修饰这个小块块 在非常纬度地区 类似的纬度地区的这个小地方 这个latitude做复数 可以不说纬度地区 latitude本来是纬度 做复数是纬度地区 而且呢我们后面这一大堆bose一直到句末 为什么黄颜色呢 这一大堆都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它不是句子 所以在前面也没有加连词 前面是句子后面不是句子 独立主格结构的逻辑主义就是bose 逻辑主义 它指的是Morocco and California这两个地方 怎么样呢 后面一直到句末 on the west coast of continents一直到句末 这明显是独立主格里面的肺位动词形式 省了的避应 可以看到bose being on the west coast of continents 那个being被省略了 咱们讲过 独立主格和飞味动词里面出现分词being可以去掉 好 然后呢 都在大洲的 这个所在大洲的西海岸地区 都在大洲的西部 并且后面一大堆后制女在进一步限定它 大洲的西部地区 这海岸地区呢 怎么样呢 这west到句末是修饰这个west coast吗 怎么样的西部海岸呢 西海岸有相同的气候 并且有可能呢 有非常相似的自然资源这个地区 就是摩洛哥和加州 你看都在纬度地区一样 都在大洲西海岸 对吧 那气候也类似 而且可能连这个自然资源也类似 就这么 你看这两个地方物质环境是类似的嘛 物质环境对吧 纬度 温度 湿度 各方面 自然资源都类似 这物质环境 按说呢 这个人们也应该一样才对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里边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去关注 首先看一看这个latitude 咱们再次强调一下 这个latitudes 如果去的s latitude 表示纬度 这没错 如果用复数呢 它本身就pl 就plural 用复数了 表示什么意思呢 an area at a particular latitude 在某一个纬度的这么一个区 怎么叫纬度的区 叫latitudes 不用说area of什么什么 用着了 本身附属就是纬度地区 咱们看搭配 而且借次一般跟in搭配 本分钟in very similar latitude 就是跟借次in搭配 看这个例子 比如说 the birds breed in northern latitude 这些鸟在北部的纬度地区 比较靠北的纬度地区 在这来繁殖 in northern latitude 就是纬度地区 比较靠北的纬度地区 再比如说 the plant grows best in cooler latitudes 那么这种植物呢 在比较寒冷的纬度地区 生长最好 就是它不能这个环境 不能太热 在比较寒冷的纬度地区 在最好 后面 后面进一步看读里卓 booth on the west coast coast 就是海岸的意思 在西海岸 这个地方叫on 维度地区 在某个维度地区叫in 在海岸 加借次on 比较常见 咱们再看些例子 a town on the south coast of England 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的一个城镇 在南部海岸 再比如说 a thriving holiday resort on the east coast of Italy 在意大利东部海岸地区 一个欣欣向荣的度假圣地 resort表示圣地 大家都想去的地方就好了 那就是在海岸 你看这两个地方摩洛哥跟加州 这个维度类似 都是大洲的西部 而且呢自然环境类似 气候类似 资源也类似 但是这个你看现在发展情况就完全不同 看下面第五句 他说 yet their present development is wholly different not so much because of different people even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thoughts that exist in the minds of their inhabitants 他说啊 然而呢他们目前的发展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wholly different 就是 entire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 not but 表示不是而是 这个so much和这个even 其实就是语气词了 even 可以看到甚至可以这么说 就表示 这个更强调一个语气 so much 在这里可以看到语气 什么什么 还不如什么什么 这是个固定搭配 这个他说 语气啊 说是因为这个人甚至可以这么说 与其说是人不同 确实这两个地方住的人不同 还不如说是因为啊 这个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居民呢 他们在他们的思想中所存在的这个观念的不一样 与其说人不同 不如说大脑中观念 它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很多的东西值得咱们好好去这个钻研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not so much 什么什么 even 这都是语气词 not so much because 什么的even 这个even呢 你看我们怎么翻译 然而他们目前的发展程度完全不一样 甚至可以这么说 甚至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个even 这个 语气说是因为这个 不如说是因为那个 这个so much 这是个语气语气 语气怎么怎么样 当然 他经常跟not放在一块 后面呢 有时候用but 有时候用s 总而言之 语气说是这个 不如说是那个 咱不翻译成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 语气说是 还不如说是 这是一些小的语气词 咱们来看看一些例子和固定搭配 not so much 除了跟这个but搭配之外 跟s搭配 也很常见 甚至更常见 语气说是 不如说是 你比如说 she is not so much poor as careless with money 他语气说呢 是穷 还不如说是 花钱 比较不在意 比较大大咧咧 大手大脚 最后穷了 与其说这个 不如说这个 其实他不穷 这么一个词 The details are not so much wrong as they are incomplete 这些细节 与其他们说是错的 不如说是他们不完整 其实他并没有错 只不过不完整 与其是 与其说是什么 不如说是什么 这个not so much 注意这个翻译 注意这个翻译 那么这个 语气副词的翻译呢 非常灵活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看看在这些搭配里面是怎么翻译好 比如说 The holidays ended all too soon 这个假期结束的太快了 再加了个副词 哦 不能说全部 太快了 实在是太快了 这个哦 在这是副词 加强语气 语气副词 假期结束的实在是太快了 再比如说 I'm only too ready to help you B too 如果表示什么 乐意的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高兴的 容易的等等等等 它一般表示做什么什么 非常如何 这个在28个病人和医生讲过 这不翻译成太怎么而不 我非常乐意帮助您 这个only在这 跟那个all类似 也是个语气词 我实在是非常乐意帮助您 实在是太愿意了 I'm only too ready to help you only 也是个语气词 就是语气加强罢了 再比如说 I did so see him 我确实看见他了 I did see him 是我看见他 I did so see him 加个so 确确实实看到他了 是语气 进一步加强了 再比如说 Now I won't help you so dare 不 我不想帮助你 你帮我怎么样 我就不想帮 so dare 你拿我怎么样吧 这是跟对方叫号来 这么一个 总之是语气负死 你拿我怎么样吧 我就不帮 这么一个 这几个有趣的可以放在一块 不能记住 所以说呢 这个 两个地方 你看物质环境类似 但是目前的发展截然不同 这以去说是因为人不同 不如说是居民 inhabitant居民 居民 居民中 头脑中所存在的思想观念的不同 后面进一步说 看下一句 他说 This is the point I wish to emphasize 但是这就是我想要强调的这个观点 引出了本文中的主题了 就是人的观念 thoughts 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学生因素 不同的维度地区 你看国家 差别这么大 不是人不同 人的肤色不同 而是人的观念不同 这个 I wish to emphasize 当然是定语 从旗修士这个point 相当于which I wish to emphasize 省略到的观念代词 which 所emphasize 必语强调嘛 wish to do 这个不反映真是 我希望某种会发生 而我想要去做模式 wish to do 就是want to do 但是它比want to do 更正式 它比较转文一些 比较正式的一个说法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wish to do 用于正式书面语 就类似want to do 和like to do 有的时候也用hope to do 就是我想这么做 我希望 要强调的就是我想要强调嘛 一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hope和wish 后面如果加避语从句 这用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wish加避语从句 是希望什么呢 一个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wish后面加避语从句 一般用虚拟语系的 而hope后面加避语从句 一般是表示可能性比较大 它用正式语系 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hope to do wish to do 这个用法几乎一样 都是表示想要做模式 只不过wish to do 更为正式一些 咱们进一步看些例子 she wishes to be alone 她想一个人待着 不希望别人打扰她 就是she wants to be alone 一样的 再比如说 I wish to make a complaint 不是我很希望 渺茫的希望 就是我想 我想要投诉 I wish to make a complaint 但是wish to 比较正式 比较庄严的用词罢了 这就是我希望要强调的这一点 就是我想强调的这么一点 是这么一个 好 这点是什么呢 在第三段段末引出了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our environment is the state of our own minds 就是我们的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 是什么呢 是我们头脑的这个状态 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Factor 后面那个 in our environment 就是后制令语修饰这个factor 我们环境中的这个因素 是什么状态 这个of our minds 就是后制令语修饰前面的状态 是我们头脑中的这个状态 就是引出了这个思想的状态 思想状况最重要 引出了整个45克的重心思想 做着说 决定我们现在的发展程度的最关键因素 决定我们环境 这个决定我们的生存状况的环境因素 不再是物质上的 而是人们头脑中的这个thoughts 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说的非常好 这是第三段 跟老师就看到这